瑞典是北欧面积最大的国家 早在冰川退却后的石器时代 瑞典就有人类居住 由于气候变暖 此时埃及的古王国时代走向了终结 受益于温度的提升 北欧的土地变得适宜耕种 商品的交换促成了瑞典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 开始用进口金属生产青铜 到了青铜时代晚期 瑞典人口结构发生巨大变化 随之而来的是凯尔特文化 在斯坦蒂纳维亚地区的崛起 随着从波罗的海到地中海商路的形成 南欧的铁器传入了北欧 而北欧的兽皮 琥珀则被贩卖到希腊和罗马 瑞典有文字 可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一世纪 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 在他的《日耳曼尼亚志》中 记载了生活在斯坦蒂纳维亚半岛的部落 到罗马帝国末期 斯坦蒂纳维亚诸部族 向西欧和南欧输出了大量移民 九至十世纪时 瑞典地区发展出维京文化 与近邻丹麦和挪威相比 海盗时期的瑞典人 更注重商业贸易 而不是征服和殖民 他们的势力曾经远达黑海和离海沿岸 由于史料的缺乏 瑞典统一的过程至今仍是个谜 导致统一的历史事件 在昂格鲁、撒克逊史诗、贝奥武府中 被隐晦地反映出来 瑞典这个词的最早已知版本 就出自这部英雄史诗 公元八百三十年 瑞典首次接触到基督教 但直到十一世纪末 瑞典才完成了基督教化 大约在1130年 来自东约特兰的权贵家族的斯维克 被拥立为国王 该省成为瑞典的政治中心 最早将瑞典称为独立王国的文献 是教皇1164年颁布的法令 当时教皇将瑞典视为一个教区 瑞典形成之初 瑞典南部的斯科那省、哈兰省和布莱金厄省 被丹麦控制 西部的布胡斯省 以及北部的耶姆特兰和海尔耶达伦 则属于挪威 在斯维克统治的后期 一个名叫埃里克 杰斗瓦德森的王位寄予者 在斯维阿兰被拥立为国王 关于埃里克的信息很少 根据传说 他曾对芬兰进行了十字军东征 他于1160年战死后 被尊封为瑞典的守护神 埃里克死后的第七年 他的儿子克努特 在消灭了斯维克的儿子后 自封为瑞典国王 为了改变异货贸易 在瑞典经济的比重 克努特创建了货币 1196年克努特去世后 埃里克和斯维克家族的成员 为争夺王位 陷入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战争 进入13世纪中期 瑞典逐渐从内战的泥潭中走出 当圣埃里克家族的最后一位成员 埃里克松 于1266年病逝后 埃里克松的妹夫雅尔伯吉尔 掌握了失权 此后 瑞典与参加汉萨同盟的吕贝克 定立了条约 汉萨同盟的商人 在瑞典获得特权后 促进了新建城市斯德哥尔摩的发展 1275年 在丹麦军队的帮助下 亚尔伯吉尔的长子瓦尔德玛 被其兄弟马格努斯一事推翻 马格努斯一事即位五年后 规定凡冲任国王骑兵卫队的豪门人士 可以免除赋税 此举促成了世袭贵族的产生 到马格努斯三世离世时 由于他儿子比尔格年仅十岁 瑞典贵族克努特松 趁机攫取了权力 之后 被克努特松镇压的教会领袖 联合其他贵族 组建了反对克努特松联盟 1306年 克努特松被处决后 比尔格试图与教会建立联盟 但他的两位兄弟却联手囚禁了他 这给丹麦和挪威入侵瑞典提供了借口 1310年 在丹麦和挪威的要求下 比尔格再次被承认为瑞典国王 之后比尔格被迫将一半的国土作为封地 转让给他的兄弟埃里克 两位公爵与挪威王室的联姻 让比尔格寝食难安 1317年12月 比尔格在一次家庭聚餐时 设计勤获了两位兄弟 不久 两人在狱中离世 消息传出后 贵族发动了反叛 权贵们掌权后 选举了比尔格的侄子马格努斯 为瑞典新任国王 此时 马格努斯年仅三岁 在此之前 马格努斯的父亲埃里克公爵 已经继承了挪威王位 在推选马格努斯过程中 教会和贵族的特权得到了确认 1323年 瑞典权贵根据诺特宝条约 确定了与俄罗斯的边界 其后通过赎买 瑞典从丹麦手中获得了科纳省 到1335年 除了芬兰和挪威 瑞典还控制了哈兰和布莱金厄省 在马格努斯统治期间 瑞典赋予德国商人相当大的特权 1344年 马格努斯的长子埃里克被选为瑞典王储 一年后 他的弟弟哈康继承了挪威王位 之后 埃里克与贵族联手反对他的父亲 当时黑死并肆虐于瑞典 这导致瑞典人口锐减 1356年 马格努斯被迫与埃里克分享权力 后者获得了芬兰和哥特兰 随着埃里克的早逝 瑞典再次回到马格努斯的统治之下 在与贵族的斗争中 马格努斯三世得到了丹麦国王 瓦尔德玛 阿特达格的支持 为了加强与丹麦的关系 1359年 马格努斯三世 让儿子哈康 与丹麦国王最小的女儿 马格努特订婚 第二年 丹麦国王就与马格努斯三世反目 面对来势汹汹的丹麦军队 马格努斯三世 被迫放弃了斯科那 布莱金勒和哈兰 丹麦国王瓦尔德玛 并未就此决定收手 1361年 丹麦军队又占领了 波罗的海贸易中心维斯比 两年后 已成为瑞典国王的哈康 迎娶了马格丽特 瑞典贵族中的反对派 其后拥立阿尔伯特为首领 马格努斯三世 见形势不妙 投奔了儿子 其后 阿尔伯特加入了反丹麦联盟 并成功迫使丹麦国王 瓦尔德玛 阿特达格退位 此时 瑞典贵族不希望出现强势君主 因此 1388年 瑞典贵族向当时的丹麦 和挪威摄政王马格丽特求助 一年后 马格丽特的军队 成功俘获了阿尔伯特 此后十年 阿尔伯特的盟友 不断袭扰波罗的海地区 直到马格丽特军队 攻克斯德哥尔摩 纷争才宣告结束 为了对抗强大的汉萨同盟 在北海和波罗的海的势力 1397年 丹麦 挪威 瑞典三国 在瑞典东南部的卡尔玛举行会议 决定成立由丹麦王室主导的卡尔玛联盟 从此 瑞典和挪威 臣服于丹麦国王的统治 在马格丽特在位期间 丹麦对瑞典采取了怀柔政策 到马格丽特继任者 埃里克掌权后 他任命了一些丹麦人 担任瑞典的行政职务 并干涉瑞典教会事务 埃里克为了夺得丹麦南部 荷尔斯泰因与汉萨同盟爆发了战争 其后 汉萨同盟对斯堪蒂纳维亚国家 实施了经济封锁 这触发了1434年 瑞典贝尔格斯拉根地区 爆发了反抗丹麦的起义 此后 探军领袖恩格尔布雷克森 与瑞典国民议会 结成了同盟 1439年 瑞典宣布废除埃里克国王的头衔 一年后 丹麦议会选举巴伐利亚的 克里斯托弗为国王 瑞典议会接受了这一决议 克里斯托弗死后 瑞典推选查尔斯 克努森为新任国王 瑞典人 希望他能成为卡尔玛联盟的共同君主 但丹麦却不愿寄人篱下 在往后的70年 联盟一直为瑞典及丹麦的权力斗争所占据 15世纪末 丹麦王室和瑞典贵族的矛盾激化 克里斯第二世 于1520年 亲率重兵 攻占了被瑞典反对派贵族 控制的斯德哥尔摩 并且杀害了大批参与叛乱的瑞典贵族 一年后 瑞典贵族古斯塔夫 瓦萨在达拉纳 重新招募了一支反抗丹麦的军队 1523年 古斯塔夫 瓦萨在汉萨同盟的帮助下 攻陷了斯德哥尔摩 同年的6月6日 古斯塔夫 瓦萨被推选为瑞典国王 为了庆祝瑞典恢复独立 2005年 瑞典正式将6月6日国庆日定为法定假期 古斯塔夫 瓦萨成为瑞典国王后 因在经济上依赖汉萨同盟 他被迫赋予汉萨同盟商人 垄断瑞典对外贸易的特权 此时 瑞典的南部沿海地区 仍在丹麦控制之下 在得到一笔巨款后 汉萨同盟城市吕贝克 调停了瑞典与丹麦的战争 两国最终在1524年 签订了和平条约 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一世去世后 吕贝克试图让流亡的 克里斯蒂阿二世恢复王位 古斯塔夫则站在了 吕贝克的对立面 1536年 古斯塔夫 瓦萨在战场上获得了胜利 这标志着汉萨同盟霸权的瓦解 此后 古斯塔夫 瓦萨将注意力转移到内政 他首要目标 就是增加瑞典的财政收入 为此他没收了瑞典罗马天主教会的全部财产 随着宗教改革的蔓延 瑞典教会和罗马天主教会分离 瑞典路德教会被定为国教 之后 在德国行政人员的帮助下 古斯塔夫 瓦萨建立了高校极权政府 基于他对瑞典的贡献 他被视为现代瑞典国家的创始人 古斯塔夫一世去世后 他的长子埃里克继承了瑞典王位 然而古斯塔夫在遗嘱中 任命了他的几个小儿子为公爵 并赋予他们处理国内事务的权利 埃里克十四世即位后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削帆 在十六和十七世纪 波罗的海地区 作为欧洲谷物 金属 林叶与毛皮的来源地 他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埃里克十四世 为了通过波罗的海港口 控制俄罗斯贸易 他首先与爱沙尼亚贵族进行了谈判 后者于1561年同意瑞典的统治 这对汉萨同盟的吕贝克 构成了直接威胁 1563年 瑞典为控制波罗的海的贸易 与丹麦 吕贝克和波兰 爆发了长达七年的战争 1570年 双方在波兰签署了和平条约 根据条约 瑞典需要支付一笔赎金 来收回他在西部唯一的据点 埃尔福斯堡要塞 在条约签署前 埃里克十四世因亲手谋杀了多名主要贵族 埃里克十四世的兄弟约翰 以他精神错乱为由 将他投入狱中 其后在贵族的支持下 约翰即位为瑞典新任国王 他就是约翰三世 瑞典贵族凭借雍丽之功 要求恢复议会政治 但约翰却试图将罗马天主教习俗 重新引入瑞典教会 为了压制众怒 约翰选择与波兰联姻 这直接促成他与波兰公主所生的孩子 齐格蒙特三世 成为两国共同君主 由于齐格蒙特信仰罗马天主教 且长期居住在波兰 反对他的人越来越多 1593年 他的叔叔查理 利用了人们不满情绪 逼迫齐格蒙特于1599年退位 查理九世继位后 他的外交政策 旨在控制通往科拉半岛 和白海的俄罗斯贸易路线 并尽可能多地占领 芬兰湾以南的领土 这触及到丹麦的利益 经过三年战争 丹麦逼迫瑞典 放弃对斯堪蒂纳维亚 最北端领土主权的要求 然而 查理九世未能亲身经历这场失败 查理九世去世时 他的儿子古斯塔夫二世 只有16岁 古斯塔夫二世即位时 瑞典已卷入 与俄罗斯和波兰的战争 瑞典军队 甚至打到了莫斯科 俄罗斯因此被迫于1617年 割让了英格里亚和凯克斯霍尔姆省 瑞典与波兰的战争 则持续到17世纪20年代 战后 瑞典获得了利沃尼亚 和波罗地海主要港口的关税权 1631年 瑞典与法国结盟 就此 瑞典卷入了30年战争 虽然瑞典一度占据了慕尼黑 但因战争的惨烈 古斯塔夫二世最终血染沙场 此时 她唯一的继承人 克里斯蒂娜还未满6岁 由宰相阿克赛尔 奥克森谢纳领导的贵族委员会 决心继续与神圣罗马帝国作战 直到16年后 两国才签订了和平条约 其后 瑞典又与丹麦爆发了战争 通过此战 瑞典确立了在波罗地海区域的霸权地位 由于常年的战争 克里斯蒂娜女王为了筹措军费 不得不向贵族让赌出一部分权力 其后 她用归还王室财产为威胁 让瑞典议会册封她的堂兄为王储 随后 克里斯蒂娜宣布退位 在公开皈依天主教后 她前往了罗马 查理时事即位后 就发动了对波兰的战争 丹麦利用这个机会 入侵了瑞典 查理时事闻讯后 立即率军奔赴丹麦 这在军事史上是一次壮举 在随后签订的罗斯基勒合约中 瑞典获得了斯科勒省 哈兰省 布莱金厄省和伯胡斯省 从而确定了该国现在的边界 之后 查理时事将统一斯堪地纳维亚半岛 作为奋斗目标 就在他猛攻丹麦最大城市 哥本哈根之际 他突然离世 此时 他的儿子查理时事年仅四岁 瑞典贵族利用这个机会 获得了约三分之二的瑞典和芬兰土地 查理时事成年后 瑞典贵族仍然控制着外交政策 他们与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签署了同盟条约 并应路易十四的要求 将瑞典拖入1672年的荷兰战争 三年后 瑞典被伯兰登保选帝侯国的军队击败 查理时事利用这个机会 从贵族手中接管了权力 随后 查理对丹麦发动了战争 战后 丹麦放弃了对斯科勒的主权 之后 查理迎娶了丹麦国王的妹妹 由此 两国结成了对抗荷兰的同盟 通过高超的政治手腕 查理十一世 使瑞典成为欧洲不可忽视的力量 查理十一世离世时 他的儿子查理十二世年仅五岁 于是 俄罗斯 丹麦 波兰组成联盟 对瑞典发动了战争 瑞典迅速对丹麦进行报复性攻击 瑞典的袭击迫使丹麦脱离联盟 入侵瑞典波罗的海行省的 俄罗斯军队不久后也遭遇到惨败 在瑞典进攻波兰期间 俄国沙皇彼得一世 重组了俄国军队 这位瑞典入侵俄罗斯的失败 埋下了伏笔 查理在随后的五年里 试图说服奥斯曼帝国进攻俄罗斯 此时 彼得一世已经把注意力转向了波罗的海 波尔塔瓦战役之后的几年里 俄罗斯占领了波罗的海沿岸的 所有瑞典附属地 瑞典速迪丹麦 趁机占领了荷尔斯泰因 瑞典控制的布莱梅 则被汉洛威占据 面对被动处境 查理决定进攻挪威 以便建立西方联盟 对抗波罗的海列强 1718年11月30日 查理在弗雷德里克斯腾要塞 围攻战中 被一颗子弹打死 他的死 结束了所谓的伟大时代 由于查理十二世没有子嗣 他的妹妹被推选为瑞典新任国王 埃里诺拉对权力并不感兴趣 他将王位让给了丈夫菲特列一世 菲特列一世在位31年间 实权由国会把持 这一时期 瑞典形成夜帽党和帽子党对峙的局面 两个党派都信奉重商主义 但夜帽党更为谨慎 由于菲特列一世与王后并没有生下子嗣 俄罗斯女皇伊丽莎白一世在击败瑞典后 便要求瑞典王储的人选必须符合他的心意 经过一番权衡 瑞典国会选择将伊丽莎白一世的侄女婿立为王储 弗雷德里克到达瑞典后 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傀儡 他立即断绝了与伊丽莎白的关系 此后 他曾两次努力挣脱瑞典国会对他的监管 但均以失败告终 他的儿子古斯塔夫三世继位后 不甘心屈居人下 古斯塔夫三世于是发动了政变 这标志着瑞典自由时代的终结 古斯塔夫三世夺取权力后 他想让叶卡捷琳娜二世帮助他击败丹麦 从而夺取挪威 在遭到拒绝后 他便趁俄罗斯深陷第六次俄土战争的机会 率兵入侵了俄罗斯 1790年7月9日 古斯塔夫在斯文斯克松德海战中 取得瑞典海军史上最大的胜利 战后古斯塔夫和叶卡捷琳娜递结了合约 和俄罗斯和解后 古斯塔夫筹组了反雅各兵派联盟 由于资金不足 他干预法国的计划被迫搁浅 早在1786年 就有人预言古斯塔夫会被暗杀 但古斯塔夫对此却不以为意 1792年 古斯塔夫三世和朋友就餐时遭遇枪击 当时他的儿子古斯塔夫四世年几十四岁 实权掌握在了古斯塔夫四世叔父卡尔手中 到古斯塔夫四世成年后 他驱逐了不受民众欢迎的叔父 这位古斯塔夫四世带来了声誉 1805年 古斯塔夫四世因对法国大革命的厌恶 参加了第三次反法同盟 瑞典军官对古斯塔夫早已不满 1809年3月13日 以卡尔约翰为首的七个将领闯进王宫 将国王全家逮捕 古斯塔夫四世为了保障儿子的王位继承权 于3月29日宣布退位 但瑞典军方控制的国会宣称 古斯塔夫一家人都丧失了王位继承权 同年6月5日 古斯塔夫四世的叔父卡尔被拥立为国王 由于卡尔年事已高且没有子嗣 这使瑞典产生了王位继承权问题 其后在丹麦支持下 挪威军队总司令克里斯蒂安 奥古斯特被选为瑞典王储 一年后 奥古斯特突然离世 大多数议会成员希望选举死者的兄弟为继承人 然而 年轻的军官和公务员是拿破仑的崇拜者 他们提出应该从拿破仑麦下将领中选出 卡尔十三世 于是派大臣莫尔奈前往法国 请示拿破仑 但莫尔奈直接找上了贝尔纳多特 莫尔纳认为 贝尔纳多特在丹麦的作战中对瑞典战俘相当友善 贝尔纳多特元帅理应成为瑞典王储 贝尔纳多特却不敢轻易答应 于是他请示拿破仑的意见 拿破仑认为在北欧有一个侵法的政权是一件好事 于是在拿破仑的默许下 贝尔纳多特当选为瑞典王储 1810年11月2日 贝尔纳多特抵达斯德哥尔摩后 他改名为卡尔约翰 这位新王储很快就成为瑞典最有权势的人 卡尔约翰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拿破仑的傀儡 他让瑞典与英国和普鲁士结为同盟 在同盟取得莱比锡会战的决定性胜利后 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削弱丹麦 1814年1月 战败的丹麦和瑞典签订了基尔条约 把元属丹麦的挪威割让于瑞典 但挪威总督反对和瑞典合并 卡尔约翰劝降无效后 于7月26日挥兵入侵了挪威 8月14日 他迫使挪威同意与瑞典组成联合王国 卡尔14世意识到瑞典连年征战 又失去芬兰 国力已经十分疲乏 故奉行中立政策 不再干预欧洲事务 瑞典从此享有和平 相比附近的保守 受自由主义思潮影响的奥斯卡 极具革新精神 奥斯卡的自由主义倾向 使国王对他十分警惕 而反对派则对其寄予厚望 然而 令自由党人大失所望的是 性格温和的奥斯卡 实际上和他的父亲一样 不会冒险做出任何动摇 贝纳多特王朝统治基础的行为 尽管如此 奥斯卡的施政 仍然具有鲜明的改革色彩 他颁布了瑞典历史上 第一步意在实现性别平等的法律 奥斯卡倡导的平等主义 还体现在其对挪威的政策上 他制定了新的国旗和顿型文章 旨在体现瑞典和挪威 在联盟中享有平等的权利 1857年9月25日 奥斯卡病逝 他的儿子卡尔成为瑞典新任君主 1866年 卡尔废除了寺院制 建立了现代的瑞典议会 十年后 卡尔任命路易斯·德·吉尔 为瑞典第一任首相 卡尔在位期间 制定的社区法 教会法和刑法 至今仍被瑞典延用 由于卡尔的儿子早邀 当时的继承法 不许他的女儿路易斯继位 于是卡尔三帝奥斯卡二世 获得了王位 奥斯卡二世继位之初 他意识到 维持瑞典与挪威的联合 是很困难的 全凭 奥斯卡二世本人的机制和忍耐 瑞典·挪威联合 才对于在1905年和平解体 奥斯卡二世在回忆录写道 两国联合的崩溃 在他心中留下一道 深刻而且无法愈合的伤痕 此后 奥斯卡二世健康日益恶化 1907年12月8日 奥斯卡二世在斯德哥尔摩去世 之后 奥斯卡二世的长子 古斯塔夫武士 成为瑞典新任国王 古斯塔夫武士 是瑞典第一位 没有接受宗教仪式加冕的国王 古斯塔夫武士继位后 想成为有所作为的君主 于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 古斯塔夫武士 试图以国防问题为突破口 结果被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党击退 国王从此不再顾问政治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瑞典试图通过中立地位 维持与交战双方的贸易 对英国来说 瑞典自由进口的要求 只对德国有利 结果 盟军停止了与瑞典的大部分贸易 从1916年开始 瑞典出现了严重的粮食短缺 无限制潜艇战和1917年美国参战 使瑞典情况更加恶化 1918年5月 瑞典与英国和美国达成协议 允许瑞典再次从西方进口农产品 条件是限制对德国的出口 并将瑞典的大部分商船队 交给盟军支配 一战结束后 瑞典赋予了女性选举权 20世纪30年代 瑞典受到美国大萧条的影响 经济遭遇重挫 1932年 佩尔、阿尔滨、汉斯领导的社会民主党政府成立后 瑞典克服了30年代的经济危机 到1930年代末 瑞典失业率已变得微不足道 随着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 瑞典对社会保障的改革被迫终止 由于德国的封锁 瑞典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受到限制 瑞典政府认为自己无法对抗德国 因此在整个战争期间 瑞典向德国供应了钢铁和机械零件 战争即将结束时 挪威和丹麦警察在瑞典接受了培训 瑞典还向挪威抵抗运动提供支持 战争结束后 瑞典立即被授予联合国成员国资格 但瑞典没有放弃其中立的外交政策 战后瑞典被纳入马歇尔计划 1946年至1950年 瑞典通过了有关养老金 儿童津贴 医疗保险 租金补贴 教育改革 以及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 扩张的全新综合法律 1955年 一个委员会被任命来审查1809年宪法 根据委员会的建议 旧的两院制议会于1971年 被一院制议会取代 新宪法还进一步限制了王权 此后 瑞典因1973年和1978年的石油危机 而经历了经济衰退 20世纪80年代 瑞典投资了重工业 由于借贷控制不力 瑞典在20世纪90年代初 发生了金融危机 瑞典的国民总收入 因此下降了约5% 由于冷战的结束 使瑞典的中立政策变得过时 瑞典于是在1994年公投后 加入了欧盟 此后因公众的坚持 瑞典并没有改用欧元 到1999年底 瑞典已经摆脱了经济危机 2008年 瑞典因遭遇全球金融危机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几乎停滞 受益于实施的经济刺激措施 瑞典在2010年 GDP增长超过了4% 近几十年来 由于大量移民的涌入 瑞典已成为一个文化更加多元化的国家 2018年8月 瑞典发生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帮派暴力事件 瑞典多个城市 有多达100辆汽车被纵火焚烧 随着瑞典人对犯罪和暴力的恐惧日益加深 右翼集团以微弱优势赢得了大选 2022年10月18日 温和党的沃尔夫克里斯特松 出任了瑞典新任总理 两年后 克里斯特松申请加入北约 这标志着 自1523年卡尔玛联盟解体后 所有斯堪地纳维亚国家 再次成为同一个军事联盟的成员